请帮我把人披掉 台中市高美灯塔旁 海边的风声呼啸 煞煞作响 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大风车旁边的这一片高美湿地 被媒体评选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 是一生中必看的超级景点 但是风哥先跟观众们说抱歉 我确诊新冠病毒的后遗症 就是讲话的时候 鼻音很重 你听到的 没错 鼻音很重 所以请各位先见谅 夕阳余晖下 高美湿地木栈道 是欣赏西洋的绝佳景点 福老西幼全家出游 或者年轻人结伴同行 夕阳下 木栈道上 都可以看见自己长长的身影 有彩虹 有彩虹来 彩虹 好 有彩虹 彩虹 好 有彩虹 好 有彩虹 冬远的星人 北洋上 有彩虹 令日本国 portraits 十泰的深刻 到处都看得到昭潮蟹 昭潮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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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市 招潮蟹 熊蟹的一只鳞特别特别大 都快跟身体一样大了 请帮我把人披掉 牌子弄掉 夕阳下 木镇道上满满是看夕阳的人潮 有祖孙们在快乐的拍照 有人坐着 甚至有小baby直接躺在站道上 这样趴着人家被人家走过去 这样裁扁 裁扁 裁扁 人家裁扁要看怎么办 人家照相 把人家裁扁 黄昏的时刻 因为潮汐上涨 木镇道的前方封闭 很多人还是挤在木镇道上面等夕阳 高美湿地木镇道的开放时间 原则上是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6点49分 这中间有3到4个小时 会因为潮汐上涨而关闭 但是确切的关闭时间 会因为每天的潮汐不同而做机动调整 所以要来高美湿地木镇道 记得要先上网查询台中市政府的高美湿地潮汐表 高美湿地潮汐表 免得到了现场却进不来 那就求大了 我没有在木镇道上等到夕阳沉入海中 而是绕到台中港附近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高美湿地的绝美夕阳 在这里我看到了传说中此生必看的夕阳 在风力发电的大风车附近 还意外捕捉到一群网美 他们也在这里追夕阳 俗话说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在高美湿地这里 应该修正为 夕阳无限好 尤其尤其近黄昏 高美湿地的夕阳太美了 我们无需感叹 而是赞叹 夕阳无限好 尤其近黄昏 人生就应该把握现在 过好每一个当下 日落后深蓝色的天空 美得像一幅水彩画 她好美 美得好梦幻 西阳余辉 把天上的云彩烧得火红 西阳落下海平面的瞬间 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最后 风哥要谢谢您 忍受我的鼻音 更谢谢您能够看到最后 请您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